21年8月10日 今天跟各位談 唱完曹操抓去關 中共那邊有一位 好像是加拿大籍的大帥哥吳亦凡 涉入性侵案被一位女孩子 舉報現在抓去關 現在又有一位男的 他據名向中共當局指控吳亦凡的兩位朋友 也是很有名的歌星 也涉入毒品跟性侵女孩子的事件 他要求中共當局去調查 所以我看到這個新聞 讓我想到這個標題 唱完曹操抓去關 當初我就覺得唱曹操的這個人 他為什麼要用曹操來當歌曲之名 周華健用人中旅部當歌名 這很好啊 正能量讓人的感覺就是能量很強 但是這個以曹操為名的 他唱的這個歌啊 給我的感覺就是負能量 然後沒多久 是不是武漢肺炎就開始蔓延 只要他登台有演唱曹操的地方 全部都是哀鴻遍野 瘟疫遍不亡 包括我們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曾經在小巨蛋 讓這個人演唱了好像是四天吧 四天演唱會 其中就有曹操這一首歌 然後東南亞啦 中共的大陸都有演唱他的曹操 現在怎樣死傷累累啊 現在最可怕的印度變種病毒 已經從這個已經蔓延到中共各31省了喔 所以說中共這次可以說 Gang over了啦 Gang over 可要知道呢 這些這些病毒是有意識的呢 阿法病毒 Beta病毒 Gamma病毒 Delta病毒 他們互相商量好了 阿法病毒說來 我先來 我先把這個中共呢 這邊呢 搞一下 然後Beta說呢 來我專搞老人 那Gamma呢 我去搞那些白人 這個Delta說 哎呀 你 那這樣好啦 我 我搞 Beta搞老人嘛 那我搞年輕人 我這樣 我要更強 我 我通胞 通胞 他們是有意識的啊 西元1998年國立以陽立算十月曹操流被山土徐州包圍呂布所在的下培城還放水淹死老百姓無數 那這個十月啊 在英文 現在的英文叫做October 十月 但是 這個 這個英文單字呢 這個前面呢 Octor 這個 原意是八哦 不是死哦 啊 這個是八哦 像八爪章魚 October 八爪章魚 就是這個October 這個八 就是女啊 啊 而你看 這是巧合嗎 當年 十月 曹操 劉備 啊 進攻 呂布屠殺徐州 而現在呢 Delta病毒呢 是不是 在 去年的十月 出現在印度 所以 個人的感覺啦 所謂這個病毒有意識呢 這個病毒啊 印度變種病毒 可能就是 溫省呂布呢 特特意的安排 哦 那 印度變種病毒 有沒有 來過台灣呢 有 但是 在屏東怎樣 被 打敗了 被消滅了 而這個 台北市長 他也恐怖的黑心肝 忍炸 口 他竟然說什麼 說印度變種病毒 沒有來過台灣 誰說什麼小事啊 印度變種病毒攻台呢 是因為這個 秘魯阿嬤 帶來的 他幾乎是以突擊的方式 突擊南部啊 他的 他的籍罐在台中 所以說本來啊 他從 桃園機場 下飛機之後 大家都以為說 他應該是會住在 台中的戶籍地 沒想到呢 他竟然跟 計程車司機說 我要 我要到屏東 我要回娘家 就這樣連夜呢 連奔兩百 兩百 兩百公里呢 從 這個桃園機場 直奔 屏東 殺你個措手不及啊 你看這個 秘魯阿 秘魯 你如果給他 倒著念 魯蜜 魯米 魯阿 這個魯阿 是不是跟呂 的花音 有點像 所以說這個 這個 呂布 溫神 為什麼要安排 秘魯阿嬤 來到台灣 因為台灣也唱過 曹操啊 當然啦 後來因為這個 本來這個安排 這個 秘魯阿嬤 應該是要住在 台中啊 那要蔓延的是 台中以北到台北 沒想到這個 秘魯阿嬤 他不曉得是怎樣 怎麼衝到南部來 這當然讓 呂布很 溫神呂布 感到 震怒嘛 說 你要亂跑 所以呢 後來就怎樣 溫神呂布當然不會讓 印度變種病毒在南部 擴張嘛 所以 沒多久 印度變種病毒 世界最可怕的 幾乎沒有辦法防範的 竟然奇蹟勢力 在屏東 縣長潘梅安跟高雄市長 陳 陳市長 這個兩個人的努力之下 竟然 不見啊 而現在這個 台北市長 阿嬤孔哩的黑心肝人渣可 竟然說 印度變種病毒沒有來過台灣 你這樣等於就是把 屏東市長跟高雄市長的努力 還有那些醫護人員的努力 自知 當作是 當作是沒有一樣嘛 這個辜負人家的努力啊 這太傲慢了 最關心的就是說 印度變種病毒會再攻台嗎 會再攻台嗎 如果說 台北市長阿嬤孔哩的黑心肝人渣可 在 還是這種態度 讓文審呂布看得很不爽 他搞不好 真的會讓 印度變種病毒再來台灣 而且 而且 而且就會指定 特別指定 給你保留做 就是給你台北市 這也不一定啦 病毒是有意識的 佛家說 萬物萬物都有意識 就連石頭也有感情 何況是病毒 所以 疫苗 現在對台灣來說 相當的重要 但是 現在 南營 還有親共人 是一直在 阻 阻擋台灣 疫苗 一直在造謠 高端疫苗 怎樣怎樣 綿芽疫苗怎樣怎樣 這 比觸生還不如 說真的 你拿台灣人的生命 在開玩笑 這種事情你幹得出來 國產疫苗你要鼓勵 因為我給他分析 這個國產疫苗 將成為台灣人的救命先丹 而且還不止 甚至會成為世界的救星 台灣將成為世界的救世主 國產疫苗 高端疫苗 編號 股市的編號 6547 因素分解 1跟6547 也就是說 他是 直數 他的因素 就只有1跟他自己 總共兩個 這代表什麼 這 這代表說 他獨一無二 他很強 能量很強 他沒有什麼因素 他就是他自己 number one 那 這個 另外一個因素 1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 就是他的 妻子 貂蟬 所以 他們兩個人 就是 以這個6547來代表 而6547 6547 這個65 音 等於呂五 呂五 呂五等於呂部 這個你要用古音 你不能用國語來唸 然後這個 六五 六 如果你以國字 正寫 你到銀行 要填支票的時候 這個六 都會 叫你用什麼 來代表 用路 大路的路 為什麼 因為古音 六就是念路 而這個 路 呂 古音就是路 所以 路五 路五就是呂五 而呂五 五 跟步 古音也是一樣的 所以呂5就是呂布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 这个高端疫苗6547它就代表呂布 当然呂布里面那个因素1就代表貂产 夫妻是一体的 再来我们看联牙疫苗 联牙疫苗的编号是3081 这个81倒过来就是18 呂布有18铁骑 它有8剑匠 然后再加上很多这个勇匠 你们如果看三国演义 注意你把那些出现在呂布阵营里面的人的数目 你把它算一算就是18个 18个剑匠 18铁骑3081 上面高端疫苗代表呂布跟貂产 在联牙疫苗就代表呂布的并州兵 有18位铁骑来率领的并州骑兵 那因素分解是什么 3 13 79 3乘以13乘以79 那 谐音什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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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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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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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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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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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數剛好八,是不是呂布八件匠,而這個八也是呂,呂布的姓 音數總和,這八個音數把它加起來,也就是他們合起來的能量波4480 這個四是不是十字架,在西洋的文化裡面四是最神聖的字喔 因為四有一個十字架,但是我們東方當然認為說四跟死,諧音 這是一體兩面,十字架保命,如果壞人就會去死,惡魔就會去死 這是一體兩面,那這個高端疫苗跟聯亞疫苗現在是重點喔 所以中共那邊也知道喔,他們那邊也有臨界的高手 他們知道說這個高端疫苗,聯亞疫苗,將會使台灣成為世界的救世主 而且可以保護我們台灣不會受到武漢病毒,中共病毒的侵害 所以千方百計一定要破壞高端疫苗跟聯亞疫苗 喔,叫這個台灣島內的中共同路人,一直破壞,一直破壞 那你們現在看我分析這個數字,你們就知道台灣的命運關鍵就在這兩支疫苗 一定要讓這兩支疫苗成長茁壯,才會有救,世界也才會有救 這樣瞭解了嗎? 現在已經進入一個什麼世界,天下不武的世界 當然啦,這四個字最早使用的是日本戰果時代名將 幾乎統一全日本的織田信長所使用的 他的大印就是天下不武,天下不武 那他為什麼會用不武呢? 當然啦,他就是呂布戰神的崇拜者 所以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說,他要像呂布那樣統一全中國 他想要他崇拜呂布那種武力 現在在織田信長的故鄉 現在在賣熱賣的很有名的呂布酒 織田信長的故鄉,鹿兒門,鹿兒島那邊 是不是在賣呂布酒 當然也有貂蟬酒 很好喝,一瓶大概台幣3000多塊 天下不武,天下不武,祝大家身體健康 你想要身體健康,不怕病毒侵擾 你就怎樣? 把這句話常常練出來 天下不武,天下不武 或者你念標準一點,天下不武 然後我剛剛那樣唸是日本話 天下不武,古音 但是正經一點,你念天下不武 天下呂不武 祝大家身體健康,天下不武 天下 MI